继续来看到花莲市的中美酒街周边 邻近有美伦国中以及住场国小 是当地不少学童上学的必经之路 但是在过去却没有人行道的设置 为了强化用路人的安全 也提供友善的空间 花莲市公所13号的上午呢 特别在中美酒街上执行标线型人行道画设的工程 并且采用防滑系数比较高的标卷 避免行人在下雨的时候有滑倒的几率发生 施工人员顶着艳阳在中美酒街上 划出一道长达155公尺的绿色线条 这次花莲市公所这次为了强化当地用路人安全 也提供友善空间 特别执行的标线型人行道画设工程 中美酒街这里有一段路 是没有办法来施作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那因为这个地方又学生比较多 有美东国中的孩子会有上下学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经由我们课长跟里长的讨论跟研究之下 因为旁边虽然是台肥的土地 但是台肥土地还是属于他们自己要来使用的 那为了避免日后的争议 我们去研究用另外一个方式把过去有一些比较破损的排水沟 把它填满之后来把它铺上AC 那把铺上AC的这一段变成标线型的一个人行道 希望能够不影响所有的一个状况之下 能够保障学童的安全 花莲市中美九届周边临近有美伦国中主强国小 是当地不少学童上学的必经之路 但在过去却没有明确的人行空间 难免会让用路人捏一把冷汗 公所的团队确实让很接地气的 让民众感觉到很有感的一个施政 那这条路中美九届原来的路不宽 但是是里社区通往美伦国中上下雪必经的一个雪岭的安全步道 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市长现在也帮这条路做了用标线式的人行道 另外那边也可以提供让路边停车这样子两全取美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施政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考虑到说 学生在使用上的防滑性 我们采用65BPN以上的防滑标准的材料来做设置 那后续我们也会再持续来跟里长这边来探讨说 周边学童他上下雪如果还有一些不足的设施的部分 持续来做一个增进这样 13号上午市长维嘉贤在建设客长徐国成的陪同下 前往视察表现的划设情形 并未绕现场辛苦的施作人员 而明镇里长林志鹏也到场表达关切 希望能保障用路人及同学的安全 未来也会是使用情况 在讨论是否需要加装额外的防滑装置 记者徐立琴华林志报导